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要聊的内容 上文书咱们已经揭露过了 就是想讲一下啊 这个黑山派最后一位有能为的何卓 那这位何卓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位何卓的名字呀 叫做海泽拉提玉素甫 他是这个黑山派何卓达聂尔的三儿子 这准个二韩国 因为和这个大清沙俄呀,两头开战 所以说呢,准个二韩国大韩就觉得呀 这会儿啊,南疆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南疆啊,每年都会给他们输送共赴 不但呢,有十万两白银的金钱税 还有源源不断的军粮小卖 既然呢,没有时间腾不出人手来去统治这个南疆 那还不如把这个关押的何卓们啊,放回去 让他们维吾尔人自己治理维吾尔地区 那当然了,不能全放啊 所以说呀,他就选择性的 把听话的黑山派何卓投人就放回了南疆 白山派的何卓投人呢,继续关押 放回去的黑山派投人呢,就是这位达尼尔 那留下的白山派投人呢,那就是这个大小何卓的爹 阿哈玛特 达尼尔回到南疆之后,和他的儿子们啊,就共同统治了南疆四城 其中啊,这位三儿子玉塑府就管理着喀什嘎尔 这史书记载啊,这达尼尔啊,有五个儿子,两个闺女 其中啊,要说最有能为的,那就得说是老三玉塑府了 这不是我说的呀,这何卓撰上写的清楚,评价这玉塑府啊 这何卓撰上说,他勇敢,性格开朗,精通教法 公道有正义感,聪明善良 并且啊,饥饿如仇,天天啊,永送古兰京 关心百姓的疾苦,等等等等 总之啊,这上边写的呀,那用句咱们汉地的俗话讲啊 就是唐伯虎的美人,宋徽宗的英 诶,全是好话,要说起这个玉塑府啊 他的出生,以及这个青少年时期啊 那简直啊,就是一个传奇 咱们书馆当中啊,聊的这些故事啊 都是简有意思的讲 咱们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啊 把这何卓一脉啊,捋下来 一直捋到大小何卓之乱 实际上啊,这在新疆的穆斯林故事啊 以及发展史,诶,别说穆斯林了 就是这何卓发展史啊,咱们也是啊,连百分之一的情节也没讲到 那这玉塑府又有什么传奇的绅士呢 他差一点啊,就没能成了穆斯林 咱们要聊这段故事啊,还得往前推一推 推到哪啊?推到啊,这个一个叫做穆罕穆德俄敏函的时期 这可是这南疆啊,少有的一位彪悍的有魄力的大汗 在这个时期啊,这南疆维吾尔人呢 时不时的还和这个准嘎尔人打上一仗 忽悠生负,还俘虏了不少的准嘎尔人 这南疆的穆斯林呢,称呼这个准嘎尔人呢 为卡尔玛克人 新疆穆斯林的典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 在那一时期啊,这南疆可能俘获了三万多名卡尔玛克人 实际上这个数字啊,大家都持怀疑态度 那么既然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文献资料啊 推翻这一说法,那我们暂且也就相信了吧 那我们都知道啊,存不至今都是一样 这穆斯林要是征服了一个地区呢 这个地区呢,必须穆斯林化 这些俘虏呢,自然也都成为了穆斯林 就在这个时候呢,达尼尔啊 就看中了一位皈依了穆斯林的准嘎尔韩国的蒙古姑娘 那她是贵族啊 所以说啊,这位准嘎尔韩国的蒙古大脸姑娘啊 那乐不得嫁给她呢 于是俩好盖好,俩人就成亲了 前边咱们说过,这黑山派啊 因为和这个白山派内斗 所以说呢,又到准嘎尔韩国去搬救兵 侧往阿拉布谈,大军入境啊 就控制了南疆 并且比原来的嘎尔丹控制的更为的严苛 等到啊,这个大军撤兵的时候 就把这些俘虏啊,重新带回到了北疆准部 那么这里边也肯定包括了那位 嫁给了达尼尔的蒙古族姑娘 这一点啊,我就觉得这书编的不好 您这个准嘎尔人再横 您这达尼尔啊,是南疆的河卓 怎么说也是贵族 把这个和自己已经成亲了的女孩留在身边呢 应该不是件什么难事 实不应该啊,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呀 就走了 那这位姑娘到了北疆之后 还就被指婚了一个这个准嘎尔的贵族 据说呀,还是王族姓辍罗斯 可是谁都没想到的事啊 这姑娘啊,在回到北疆之前就已然怀孕了 就在这个辍罗斯啊 这个蒙古人的家里生下了一个孩子 在这个合作传当中啊 这个还专门针对这个姑娘的贞结问题 做出了补充说明 说呀,娶了姑娘的这位准嘎尔人 这位皇族,这位绰罗斯 每次啊,想跟这个女人亲近的时候啊 都会头晕目眩,心慌气短 然后就是呕吐 这一切啊,您就全当是神医 您呢,别忘那个长得寒阵呢 又有糊臭的方面去联想 就这样啊,没过多久 这姑娘啊,就生了一个胖儿子 这件事情只有姑娘知道 谁也没告诉 连这个孩子自己啊,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呀 在七岁之前 他完全生活在一个非穆斯林家庭当中 并且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穆斯林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穆斯林家庭当中 他就是穆斯林 这就叫做教族一体 当然了,作为一个现代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有必要啊,给您解释一下这个词 哎,这个教族一体呢 作为中国古代而言呢 它促进了穆斯林在这个华夏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发展生存 作为现在而言啊,它是一句过时的话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呢 这个宗教自由 那么就有很多其他民族 例如说蒙古族,汉族,还有这个苗族 他们也信仰了伊斯兰教 那这些族群呢,并不是原生伊斯兰族群 但是就不允许他信教了吗 换句话说,这原生穆斯林 如果说选择信仰其他宗教 也是被允许的 我说的是文明社会,法律允许的 这是咱们多民族共荣的一个国情 一个国体,一个社会的必然 如果谁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强调这个教族议题 那么您就要提防他 他是不是要借此搞分裂 在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对民族做出了新的定义 就对这一点做出了完善的解释 我国法律一方面保护公民信仰自由 另一方面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丰富习惯 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把宗教信仰 列为公民个人事务 后者则把风俗习惯列为民族事务 那么很明显您就能听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 那法肯定是大的 那行了,咱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啊 也稍带手的普及了一下这个民族以及宗教政策 那咱们接着呀,还得讲这个御苏福 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刚才咱们讲了半天的这个孩子呀 其实就是御苏福合卓 刚才咱们提到过了 作为这个穆斯林的俘虏啊 这御苏福的妈妈呀 她可是个穆斯林 她皈依了伊斯兰教 当然了,如果当初她不皈依 这合卓也不会娶她 那么这一转眼的 七年过去了 这妈妈就想啊 得想个什么招 让她亲爹打色尔合卓 还知道这件事情 在北疆的伊犁 她可还有一个儿子呢 哎,这事儿就是这么寸 想兵吃都下了胞子了 哎,这门口啊 突然来了一个做小买买的穆斯林 假借着买东西呀 这女人可就凑上跟前去了 并且呀 把这个事情啊 就告诉这个穆斯林 让她赶快回去 告诉他们的合卓 在这儿 她一个儿子 赶紧想办法呀 把她接回去 这一年到头的 总和这帮异教徒生活在一起呀 作为一个穆斯林贵族的后代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哎,这小贩儿啊 还就真不负重托 把这句话还就真带到了 这消息啊 还就真传达给了达尼尔合卓 这达尼尔合卓 这会儿啊 拿出贵族的本事来了 他还就真找到了 侧往阿拉布袋 总之就是一个诉求 哎,要儿子 这一天呢 两天三天 天天的哭哭啼啼的 跟这个侧往阿拉布袋那磨呀 这阿拉布袋也急了 于是这大汗呢 就把那位啊 哎,这个准战尔的贵族 哎,皇族叫到身边 哎,说哥们你看啊 这孩子是人家的 你能不能给人家呀 这位绰罗斯一听啊 哎,你会哭啊 我也会哭 于是这抱着大汗的腿啊 他也痛哭流涕 他说不行 我揪着迷儿子 这儿子肯定是我亲生的 我怎么能给他呢 谁能证明这儿子 是个穆斯林 是他这个达尼尔的亲生儿子呀 哎,其实啊 要说这事啊 我就能证明 在座的各位听书的朋友 也能证明 这合作传上啊 写的明明白白的 这位蒙古贵族啊 绰罗斯 每次啊 要亲近这个女人的时候 哎,就是达尼尔的小老婆 这玉祖府的妈 不是都投婚眼花 然后一个劲的吐吗 所以说这妈妈的边 您都没猫上 你怎么能说 这儿子是你的呢 那不知道这哥们是怎么想的 总之就是不给 那最后 那最后这侧望 阿拉伯坦 大喊也没有主意了 说干脆啊 就让这孩子 要自己决定吧 那位说了 低血认亲嘛 哎,他们哪有那么高科技的玩意儿啊 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呀 是把这孩子放在一个大屋子里边 哎,这头的地毯上啊 坐着这个维吾尔人 哎,也就是这个 何卓达尼尔他们 另外一边呢 坐着这群蒙古贵族 哎,就是这个 这个养父 绰罗斯他们 这孩子已经七岁的 懂事了 他投奔谁的怀抱 最后的儿子就归谁 那这蒙古贵族 绰罗斯他们家 可就有便利条件了 这孩子在他们家养着呢 于是在这段时间啊 他们就强力的灌输 说你看那个 这个缠着白头巾的人没有 那帮的人呢 吃人 你呀 可不能跟他们一起生活 到时候 你让他们麻吉麻吉麻吉 你可就成早点了你 这孩子呀 倒是吓得不轻 到那天的时候啊 就真没去这个维吾尔族那边 直接奔了蒙古人这边 这达尼尔一看完了 这孩子算是任贼做了父了 于是就放声痛哭 这孩子一看 那边有个穆斯林 闷闷的哭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扭过头来 他一溜小跑 直接就投向了这个达尼尔的怀里 那现在谁也说不出门来了 那孩子只能跟着人家达尼尔的活着 回到了南疆 当然也没过多少消停的日子呀 就当做了人质 又被绑回到了北疆伊里 哎 这是他们的命 就应该如此坎坷 哎 今天咱们这时间呀 都折腾在这个孩子 也就是御塑府的抚养权上了 明天咱们就得说说了 这御塑府啊 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才让这准干儿 韩国大汗对他是恨之 入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